大家好 最近天气暖和了 出门的机会也多了 摘了口罩 想多晒会儿太阳 多呼吸些新鲜空气 这时候就又想起 皮肤护理的重要性了 刚才看了一个日本的皮肤科女医生 有力心的美容美颜的五个习惯的短片 正有点小吃惊 这位有三个孩子的妈妈 总是那样经常性的 精神饱满 容光焕发 真挺令人羡慕的 下面我就把他介绍的 保持皮肤美白 有光泽 有弹性 不容易衰老的五个习惯 也分享给大家 这五个习惯的第一个呢 是一年四季 365天 甭管晴天还是雨天 都要用防紫外线的防晒霜 他说 绝大多数的皮肤科医生都是这样 因为皮肤老化的70%的原因 是因为紫外线的照射 那第二个呢 是清晨一定要用 维生素C类的护肤品 为什么要早晨用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维生素C 对有青春痘的皮肤来说 有帮助排除油脂啊 可以预防皮肤的松弛 因为它有促进胶原蛋白 弹性蛋白合成的作用 但是要强调早晨用 是想利用 维生素C的抗氧化性 因为皮肤受紫外线照射的时候 就会产生过氧化物 这个过氧化物呢 也是色素般形成的原因之一 如果用维生素C呢 就可以发挥它的 清除过氧化物的作用 那第三个习惯呢 是一年四季 365天都要用 美白护肤品 因为美白护肤品 里面都 基本上都含有 抗炎症的成分 因为研究发现 让皮肤衰老的原因 无论是紫外线的照射 摩擦 还是干燥 都会通过炎症 而是皮肤老化 所以防炎症 抗炎症 就是防老化的 最重要的一环 那第四呢 是喜欢葡萄酒 他说因为皮肤科的 女医生们 也要考虑 利用葡萄酒的成分 来美容 尤其推荐的是 红葡萄酒 除了众所周知的 葡萄里的多酚以外 还有白黎卢醇 它是有很高的 抗氧化的作用 这个成分 已经被研究证明了 尤其是在抗皮肤 破坏肌原蛋白的 炎症方面 是很有效的 所以 他还为大家设想了 一个画面 就是给自己 蒸一杯红酒 再配上一点 肉类的美食 真的挺惬意的 如果不喜欢喝酒 那就可以 加在用切碎的水果里 再兑上一点 桂皮调味料 就变成了像 西班牙果酒 Sangria那样的 就容易让自己 多喝一点 红酒了 第五呢 是要双倍的 使用维生素A 类的护肤品 他强调说 皮肤科的医生 人人都特别喜欢 维生素A 类的产品 因为呢 维生素A 实际上就是 湿黄醇 它可以帮助皮肤 保水 增加 胶原蛋白 和弹性蛋白的功效 可以使皮肤 更有光泽 更有弹性 那双倍是什么意思呢 那怎么还非得 要双倍使用呢 有利心医生 解释说 维生素A 类的护肤品呢 会分为 进攻型 和守护型两种 那进攻型的 维生素A类呢 如果用的过量呢 就会出现脱皮 如果早上 用了进攻型的呢 当受到紫外线 照射以后呢 就会产生刺激性 所以进攻型的 维生素A类的 护肤品呢 就晚上用 而守护型的呢 就早晨用 因为它这里头 会含有 氏黄醇棕氯酸酯 还有乙酸氏黄酯 在早晨用 还可以同时 替代SPF的 防止外线的效果 所以分开早晚 双倍用 维生素A类 也是皮肤科医生们 拥有光泽 和弹性的 基辅的另一个秘诀 那以上这五条呢 皮肤科女医生介绍的 美颜美容的五个习惯 我再总结一下 第一就是一年四季 用防晒霜 第二就是早晨用 维生素类的护肤品 第三呢 就是一年四季 用美白护肤品 第四呢 就是喜欢喝红葡萄酒 第五就是要把 维生素A类的护肤品 双倍使用 好 如果你收益于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和转发给需要的家人和朋友们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